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oks 李宗盛 文化炮轩 請收聽阿旁主持的 有望向水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大家午早 大家平安 大家好 非常欢迎和感谢 我们大家可以顺时来收听 收看 每个星期可以十点至十一点 所有播出的有望最美的节目 我是阿宾 今天这个特别来宾 我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 他赞金来提到 我们外交部外交自由的贡献奖 他也是我们全国高额夫球社会的理事长 高额夫全白遥遥的会长 现任总统委会国策国门王正松 他比较在时代美学研究所 跟他在时代的太太 邱宏裔路师共同来创办 建勤哉来做中国 有关这个股市化的行与人生第一桶金 在2010年来作成 这个钱白遥遥高额夫球队 这个成人来说高额夫球 原来高额夫也当家人少年就得 2000空11年来带我们台湾来 来创办一场世界最最最定制的女子 这个智慧高额夫球大赛 PGA总共开超过五百万的美金 这也是郑亚宁 夹着最年少年的世界求好 他一世人最大的望胜 要正出PGA到台湾来骨验 郑亚宁在到这个世界求好 后来马英叫总统 也在总统府要接近 这个郑亚宁向总统来提议 是不是能够来 这个政策LPGA到台湾来骨验 结果去让这个马总统要補两岁 说你一丁就要花两岁 不如扮十丁的路跑 那就是马总统 结果郑亚宁没有我们大家希望 他来拿到那种的冠军 我人的东西 还在这个鬼地方来在穿着 我年转看四天 我也说 下出一批专栏的文章 叫做台湾有你真好 郑亚宁的你 两千公十三年 再来成立这个 前百摇摇的基金会 来努力 向台湾的高额舞球运动 要跟世界来接规 要来专用台湾的软实力 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两千公十二年之后 再来估计前百摇摇摇的竹梦碑 要来背后我们青少年的 现主席 王胜松 理事长进一步 再来提出基层扎根 五三一的计划 那是什么 希望说 要让每一个官司 这些有五间 的生下三间的国中 一间的国中 都总有高的无求 的这个校队 王胜松 理事长 他除了在国际部的外交 自由贡献奖以外 也在国际部体育室 来颁给他的体育推手奖 可能是一位老人 今天老三人 王理事长 是不是首席 向我们大家 请问个问题 是 阿平总统好 所有的听众 大家早安 这个王理事长 王国秋高文 我们有在看 这个美国总统 选记 第一条的电视辩论 两位老人 总统好选人 不管是拜登 还是川普 竟然辩论 辩论到最后 在说大高尔夫 说上 小白球 你有看吗 你感觉他们两个是赚比较高 我是没看 但是我看川普听说 他打得不错 那时候他跟安倍金山 有打球 他们有在美国 在川普的 他的球场 那时候有打球 我听外交部的朋友说 他的高尔夫的成绩是不错的 是 是 所以 会败败败败 就说没有一个要挑战 一个接受就好了 说一次给我们全世界的人来看看 看什么好说 不过就是这样吃醋味 这个孙总统辩论 辩论到未来说才有福祉 是 我也知道说我们今天去特别来宾 王理事长 王国切国文 你是时代美食研究所 这个已经高材心比较了 是 你跟太太 她也设时代 这个邱凤毅女士 年轻时就来创办这个建情宅 是 来做这个中国古书法的这种成绩 也做得很成功 是 因为这样 你如果贪到说这样一世人第一桶金 因为这样你买一个大老板 所以累积很多的这个人脉 把你刷进去 要成熟这个高和夫的这个寄业 有很大的关系 是 我相信你做这个中国的那个书法 中国的这个古书法 就贪大钱就好了 是什么 钱贪太多了 不是 又来专行 没有啦 跟阿扁总统还有所有的观众报告 第一个我太太是我四大的同学 是啦 我们同学 那我就用这个语言跟大家报告了 因为我这个讲得比较顺 对 那 1990年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 刚才阿扁总统讲的 这个古董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 我们在这个市场讲的 我们是叫做艺术市场 这艺术市场是包含蛮大的一个范围 在1990年代的时候 应该来讲是艺术市场 应该来讲我们来评估啦 应该来讲是300年来最重要的黄金时刻的起点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 刚好我是这方面的有志者 那我也掌握到这个机会 那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在这个艺术市场这个部分呢 如果有兴趣 当然以后我也可以跟阿扁总统聊聊 但是我要跟大家简单报告的 就是说艺术市场从1990年一直到2015年 或者到18年这段期间 是我们300年来 我们整个亚洲艺术市场的黄金年代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掌握住这个机会的话 基本上大家所投入的艺术的一个 这个投资呢回报率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公逢其会啦 这个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呢 掌握住最重要的这个时刻 那我又走在那个时候 我是走我走在第一线 那我本身又有这个专业 在这个很多的竞争的过程里面 我是靠你了 我是走在这个最有利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很多的卖方 卖方就是东西要买的 那他要找的当然就是我嘛 所以我处理了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家族的收藏 或者很重要的那个艺术品 所以刚才阿扁总统也研究了我很多的资料 确实没有错 那个时候在艺术市场 我应该来讲是属于比较一个有分量的力量 那个时候 是的 人家说生女孩 派生 你又要做这个艺术的市场 这个 除了你有那个专业以外 死基也打得有中 是 当然我们也知道阿伯 你来这个大业 这个台湾的高尔夫球的这个运动 也很出色 也很成功 我们说到这个高尔夫球 其实高尔夫 其实也能够这样很年轻 要很年轻 最主要我看你们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样秦摆摇摇 穿过高尔夫球 是 其实这个高尔夫球 这个运动 刚才是1456年左右 它的发源在这个苏格兰 苏格兰 苏格兰 它的传统服饰 就是苏格兰琴 大家知道 是 是 你又回到这个圆典 是 当然 这个一张穿滚 来说这个高尔夫球 就完全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就是感觉 我很有幸福 神圈 你们待会 走着这样来就对 这个穿滚 说高尔夫球 来点点这个 男伯的力甘霉 先把这个醋味 和这个新鲜甘 男伯的来供求穿 这个一张穿滚 不是说这样 在头 抱到 踩到中 这样 这个窈条身影在 清白 飞扬之下 更添加 这个青春 这个火力 和这个主心 是 是 其实说穿滚 我 也不穿滚 我唯一一次 离我了 就是2005年5月7日 我过境访问 南太平洋的 匪迹 这个 际长 那些 他们的传统服事也穿滚了 我们老婆的 他叫作 这个 输老 输老 所以我第一次穿滚 也是唯一一次穿滚 我很明亮 当然啦,不然你就这样两千五十年嘛 来生年这个千百遥遥高尔夫球队嘛 你先做一下 是,跟总统报告 那个真正来讲是2009年 那我太太可能是在2007年还是2008年的时候 她投入高尔夫的这个运动 她去练习啦 那我是被她拉进这个高尔夫里面的 我是陪她去打球的 所以她的学习是比我早的 我后来慢慢的呢 我也进入到这个高尔夫的领域里面 那时候呢 台湾的一个职业比赛比较少 那愿意投入资金去办比赛 给职业选手来这个有一个竞赛舞台的机会比较少啦 那我太太的一个教练呢 刚好是这个就是LPGA 就是说台湾的一个女的一个职业选手的老前辈啦 她都跟我太太说到这些比赛 他们这个这些职业选手 根本都没有工作啦 没有奖金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太太就跟我说 不过来办这场比赛 来给这个台湾的职业选手 大家有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竞争 可以成长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简单 那回来我们讨论以后呢 那也跟阿扁总统还有所有观众朋友报告的 就是说我的个性就是说 如果要做 当然就是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或者是有突破性的比赛 给我们台湾的这些高福的选手 所以那个第一场就是很大型的比赛 我还记得那个名字叫 世界女子名人邀请赛 那个非常非常大的一场比赛 那我也跟很多朋友都讲了 当时我们发出邀请函 世界前三十名的这个选手 我们都发出邀请函 请他们来比赛 五月决定的 五月决定要办这个比赛 发出去邀请函 到了七月中学 都没有一封回信 因为大家不知道 要全摆邀请函 是什么待会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我讲这个呢 是因为在这个整个赛事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 也成长 最后呢 我们总共 我总共办了九年的 这种世界最高顶级的比赛 都是我们一个民间单位在办的 其实像这种世界最顶级的职业赛事呢 在国外 在日本 韩国 甚至在美国 其实都是企业在办的 对对对 因为企业它有品牌 他们有企业品牌宣传的价值 对对对 把这个宣传费拿出来办比赛 他们很理所当然 但是在台湾 像这个全摆摇摇 这样 真的是用热情 跟团体的力量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要把比赛办好 这样单纯的高尔夫 在美国很多的这些 这个 我们高尔夫的这些 这个领导人物 对全摆摇摇 为什么另眼相看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投入到高尔夫赛事的 我们的这个 他的理由呢 是非常单纯的 很纯的 美国人讲的 非常非常纯 没有 没有携带任何的一个商业的 一个动机在里面 所以全摆摇摇 为什么得到日本 韩国 澳洲 东南亚 甚至呢 在美国 得到很多 高尔夫单位的一个赞赏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 来得到他们的一个尊敬 所以刚才你说 这个太太比你以前说这个小白球嘛 那当时两千块八年 有受到曾雅妮的应用 那时候曾雅妮她年纪很轻 那个时候很轻 我太太去打球 可能不是受曾雅妮影响 但是赛事的推动 对 是受曾雅妮影响的 对 办比赛是说 我们有世界第一 是 我们自己没有办一个活动来比赛 是 好像这个对雅妮来讲 所以我也说 最大的贡献 发想 这个前排摇摇 是来自你太太嘛 是 意思是说 她说高尔夫球 那是她的行事 但是要来办这个国际赛事 是跟太太有关系嘛 因为我们说 我们台湾已经担心 世界球好争争 但是呢 有关这个 如主的高尔夫球的赛事 我们这个场次啦 这个奖金规模 我们跟这个国际的差距 可以说这样差 天地之差就对了 对 所以他下个心 说不必来办这个 国际性的这种比赛 这要让他谈何容易 你包括说 这个中队啦 票目啦 市场饭店啦 包括赞助 唱唱 顶顶顶 都要自己来嘛 是 这样嘛 所以万事起头来 结果我们有材料 在两千空十一年 这个来股办 第一 那一个 世界最顶级的 女子高尔夫球 的这个赛事 你刚才有说过 这最重要 你五月决定 这个女帝还要办 那五月中 向全世界白名 政三十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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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夫球 女子 职位的选手 发出这个 邀请函 结果呢 到七月底的 经验没一个 你打负就对啦 是 是 因为我们政府也没得到的 所以 行政工作已经启动了 这样 要怎么 然后你们来求助 这个IMG 就是说全世界最大的 选手的经济公司 刀卡手 听我来说 复活这个IMG 就叫做235万的美金 然后真的有效 整三十名 里面有十三个 来报名 来台湾 让那个比赛 可以说这样 大成功 虽然说 落大火 但是我看四天 好有得到送的就对 就是这样 郑亚琳不让我们失望了 是 郑亚琳如果去说 就说 那是他的忙 总是 真的正确实 就是你 带他来圆忙就对了 是 是 刚才阿秉总统说的 这个 你 你讲的这些 又勾起我的 这个 这些旧的记忆 是 2011年到2013年 我们总共在台湾 办了三年的 这种 世界最高等级的 这个女子的职业的 这个告负的比赛 那刚才我跟阿扁总统 有讲到 美国的 LPGA的总部 发现 这个团队很奇怪 是啊 他去查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这个组织 基本上就是一个公益单位 对啊 不是厂商 也不是 不是设厂商 生在那里 对啊 就办那么 那么 等级那么高的比赛 他 把美国LPGA总部的大老板 主席 他走到台湾来吹花 他说 全白摇摇 有这么大的 对高尔夫有这么大热情 那我代表 那我代表LPGA 其实LPGA 指的是美国 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这个名字是LPGA 是他的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如果要称 女子职业协会呢 我们要加T 叫TLPGA 对啊 日本呢 也叫J JLPGA 所以LPGA的总部呢 是他在美国 这个主席到台湾来跟我讲说 他了解我们这个团队呢 对高尔夫的热情呢 真的是超乎选长 不然 我邀请你来美国来办比赛 好吗 是 因为呢 在美国 从来没有一个华人的团队 没有一个华人的企业 在美国本土办过职业比赛 包括男生女生都没有办过 他问有没有这个可能 他邀请我们这个团队去美国办比赛 这个邀请呢 让他三天买睡 因为在美国我们人生地不熟嘛 这些好朋友都不认识嘛 要走美国去 去台湾办过三年 后来就要邀请你去美国办了 就是刚才我跟阿扁总统报告的 因为他发现我们这个团队太纯了 对高奥夫是非常纯的一个梦想跟热情 他邀请 他邀请 三天以后 我说我们去美国办比赛 美国给我什么样的东西 给我什么东西 你要我们这个一个台湾的 这个公益的团队去美国办比赛 我们的挑战很大 那我们有些队员呢 就是有一点躊躇不前 LPJ可以给我们协助 谢谢 这个主席呢 他就开始跟我说 第一个 如果全白摇摇去美国办比赛的话 第一个呢 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这个记录呢 会写在整个高奥夫发展史上 会有一个记录 这个是百年的记录 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建议 因为从来没有华人团体 在美国办过比赛 那直到今天呢 还有一个在办了 现在正在办 但是呢 那个时候全白摇摇 是第一个 在美国本土办 这个LPJ最高等级的比赛 那另外他给我一个承诺 就是说 他可以让我们台湾呢 可以推荐19个年轻的选手 去美国打这个LPJ比赛 因为过去在美国打LPJ比赛 他要有资格的 对 那个时候有资格的就增加你 是啦 增加你 还有 那个时候只有三个选手 是啦 有美国的职业的那个 pro的一个资格 对 但是他一下子给我19个 对 就有年轻人机会 对 我想一想 我也跟我太太研究说 啊 我们有19个推荐的名额 这个对我们年轻的选手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也可以让他们去看看 这个世界最高的竞争的 高尔夫的竞赛舞台 是什么样子 想了很多 最后 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问这个 这个LPJ主席 他叫 那个这个人叫Michael Wang 现在他是 他现在是美国高尔夫协会的CEO 他的位置一直在 现在全美国的高尔夫 是他在掌控 他那个时候是在LPJ总部 当主席 他 我就问他说 Michael Wang 我们这个团队到了那边 到美国办比赛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能给我们协助什么 他说 所有的赞助商 重要必须要的赞助商 他负责 他这句承诺 是啦 这句最重要 他这句承诺呢 当时让我跟我们这些队员 在讨论的时候呢 让大家安心 是 不然都 是啦 你要穿也不 要穿 自工的衣服也不 是 你要车来送 是 是 什么最 很多的必须的一个赛事的组合呢 总共有七大项 是 我们也都提供给他 他说他们负责 所以呢 后来从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三年 这个擅长比赛呢 我们是在 在旧金山伴 旧金山伴 当时为了突破 这个一些 这个赛事活动的一个 这个 就是常规啦 一般就是比赛嘛 是 也就比赛而已 那个时候呢 我把台湾的艺术家 的雕塑作品 从美国 不是啊 从台湾呢 用货运的 货运 运费就花了五六百万 把这些台湾艺术家的作品 全部运到 旧金山的港口 卸货 卸了以后呢 把这些艺术家的雕塑作品 放在球场上 这个呢 也在美国当时的 这个 赛事的一个记忆里面呢 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所以这个 我 这不简单啦 因为我个人是从 艺术出身的 所以我是想说 把艺术呢 能够跟赛事结合 这个我 当时是这个 这个 这个费用也花了很大 但是 在美国所达到的 达到的 因为你是这个艺术出身嘛 有这个背景 所以呢 你这个 千百遥遥 我们千空在一年 在台湾办第一场的时尊嘛 我们也特别注意嘛 你从这个艺术 融入到高额夫球的比赛里面 以这个 高生的问题 做拿度来报的这个球场 说什么 像说 人生要经过十八关 十八道的这个关卡 很有哲理的这个设计 说什么 这个第一关 第一栋 就是说什么 出情关 到最后 一栋 就是什么 生死关 就对了 对对 人生要经过十八关 是是是 还是对一关最难败过 都很败过 都败过 关关难过 是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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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门关卡的设计 当然是跟我的这个艺术的养成有关系 为了写这个十八关 我还请我师大的老师 他花了很大的心血 我还跟我老师说 老师我这个十八关 十八关请您用三十个字以内帮我定这个内容 比如说这个生死关 三十一 写简短 恶药 介绍 让大家能了解什么叫生死关 对对 我看 对 这些呢我们又翻成日文又翻成韩文 又翻成英文给这些选手 所以当时所创造的这个赛事的这个特殊性 是是蛮蛮特殊的啦 当然在这个也没有当时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赛事的成本会提高很多 我们要做一个城墙 做一个城墙就要五六百关 是啊 所以你那么高的城墙 因为上面那个城墙才有扁嘛 对 生死关 对 什么情关 什么什么关 都要有这个 是是 所以 真成功啦 是 也真有趣味 真有这个哲理啦 人生的哲理在啦 好不然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 有过泪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我才会痛 会寂寞 会挥手 总有梦 总有你 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苦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有疼 还有我 还有优优独播剧场 这些年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错 爱记得坚持 闪了 真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会挥手 总有我 总有你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有走 还有我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欢迎 各位都回来节目 有望最美的现场 我是阿兵 今天这个特别来宾 就是这个高博夫千百遥遥的会党 也是我们全国高博夫球 协会的理事党 在两千空十一年半过 世界上的顶级的LPGA 非常成功的 王政宗 郭秋 郭秋 郭文 刚才大家说 听到好听的歌曲 就是周华健 所缘求的朋友 朋友 刘思明 来作促 老季鸿来作曲 接着去 我要来请教 今天特别来宾的 郭秋 郭文 就是我 真遗憾地说 我没怎么说高博夫球 我没清楚说 李简总统 说得这样 真有幸福 也这样 一礼拜 一定要说两次就对了 我真欣赏 不过 我在两千共十一年 十一月三十 我在一桌刊 当时我有一个专栏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台湾有你真好》 那个年就曾亚年的年 在那个文章里面 有去说两千共十一年的曾亚年 他十九月四五月 有过六天 真正做世界的求货 最年轻的求货 在七月七月 妈妈叫总统要他接近 以后妈总统来建议 他说是否可以建议 LPGA的行为塞 要到台湾来孤行 但是要花两亿 妈总统听到这两亿 他就妈上要他保冷水 说这个班一张就要两亿 这人贵 可以办十张的路跑 你看这种 我们总统的观点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也知道 这个曾亚年 经过三年之后 美末成金就是两百十一年 你办的 他又来拿到冠军 他272干 第一标准16干的家积 没浪费 没浪费 他说他终于做到了 能够在家里办 一座行为塞 他能够拿到冠军 现在落四天的火 还有能够再说一说吗 这个台湾的LPGA 刚才我已经跟阿伯总统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报告了 2014年到2016年 我到了旧金山去办比赛 旧金山市长非常非常地支持我 他想说哇 从来在旧金山的比赛 没有那么多观众的 因为刚才我跟阿伯总统报告 我把整个球场 点缀得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到处都是艺术品 那很贵手 那后来 运动和结合结顺 对 这个是在美国的比赛 基本上也没有人这样做 是我在那边开创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后来小英总统看到了 我在旧金山的比赛 他就有一次召见我 他说你在旧金山办比赛 那可不可以搬回台湾来办 那那个时候台湾的LPGA 确实已经没有好的战术上愿意出来了 所以2017年我就从旧金山 又搬回来 又搬回台湾 那这次回来台湾 小英总统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一次我记得最后一天的结尾 是小英总统去推赶 那一天 那个观众非常非常多 最后一天 差不多有五六万的观众在现场 很成功 那有很多的长官在国外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陈塘山部长 在纽西兰海哪里开会 他就卡通来给我 哇 郑宋 郑宋 哇 哇 你总统到你比赛那里 骚退赶喔 对 我在纽西兰都看到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也一直在跟行政院 还有指导的这个政务委员 那个时候是张景森政务委员 跟他报告 就是高尔夫的竞赛本身呢 他兼具有国际行销的价值 因为我们办一场这么最高等级的 LPG的比赛啊 全世界有173个国家 还有地区呢 他是直线转播的 我们那个转播 转播的费用就要花两三千万 录影 那个直播live的 总共用了四十几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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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录影机 还有四十几个人在跑 那录完以后 导播呢 把重要的镜头抓住 像比如说总统的这个镜头 对 抓住以后 就马上打上卫星 发送到这个转播的 这个173个国家跟地区 所以那个 那个宣传的价值呢 是你说 要用 要用金钱来衡量 确实真的很难算 是 但是呢 从这次的一个 这个赛事的活动呢 我最后呢 我自己 领悟到了 我 直到现在 有很多朋友在办比赛 我都跟他建议 赛事呢 不要为了办比赛而办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 我是要办一场比赛 就办 办 就好朋友来 打球打球 然后选手 比赛 逼到呢 奖金发一发 就结束了 我 我有非常非常深刻的 这个理解呢 也跟所有的听众分享 就是说 一场重要的 高尔夫的赛事 他必须 兼具 赛事的价值 赛事的价值 是什么东西 如果从头 讲到底的话 第一个价值 当然 很直接的 就是我们 给我们的选手呢 一个竞赛舞台 有这个鸡蛋 对啊 因为选手在小比赛 他碰不到国际 最好的选手嘛 没有办法跟他们竞技嘛 没有办法学习到嘛 这个呢 我们提供这个赛事舞台 给这些我们台湾的 本地的选手 这个有他的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对于国际宣传 大家怎么知道 刚才阿扁总统讲的 斐济这么小的地方 谁知道他 但是呢 因为斐济出了一个 国际名价 叫做V界信 大家知道 原来还有个斐济 当然我们台湾比斐济 强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一直在做国际宣传 国际的一个 这个能见度的突破之后呢 一场重要的赛事 把我们很自然而然的 就推到国际去了 这个国际宣传的价值 我们也掌握住了 第三个呢 这个价值呢 是我们台湾呢 现在有两百万的球友 对 打球的人 打球的人 打球的人有两百万 差不多两百万 这些球友 他们怎么会有机会去 现场看得到 刚才我跟阿扁总统报告的 全世界前五十名的选手 他只有在电视上 看转眼波看得到 他有临场看到到 这个选手的一个急球 他的风范 他要哪里找得到 我们帮他找到了 所以呢 这个最重要的赛事的一个 一个价值呢 我们必须要给 这个 观众来分享 这个鸡蛋 你真的要算的话 这个价值呢 也没有办法去评估 用金钱没那么多人算的 对 所以这个很多的 还有包括 志工的培养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价值 因为你没有大型比赛 志工不愿意出来的 你这个比赛要够大 大到一定程度 志工觉得 我来参加这个志工 他很有荣誉感 他有分配到志工的衣服 志工的配件 这个就很有荣誉感 志工都进来 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会形成一个 志工的名册 未来我们有重大的 这个大型赛事 我们这志工的扣一扣 就可以形成一股力量 所以我简单的讲 就有这个四个价值 如果是企业 企业办 那当然它有企业品牌 宣传的价值 所以这个整个赛事价值 这个部分 是我个人 我对于一个 我办了那么多年的赛事 一个体验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说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如果有些听众朋友 想办比赛 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几个部分 可以来注意一下 最少最少 这个价值 如果没有办法 全部都拿得到 我们最少拿到两分三分 不要说什么 办个赛事 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 跟宗旨都没有 只是说想把奖金发一发 是啦 不是为伴而伴 是 讲得没用 这种技术 虽然非常勤勤 在2000共12年 你开办 这个潜摆遥遥的竹目碑 来背后 和姐姐的青少年 然后再来推动 高尔夫六年振兴计划 你现在你再进一步 再来推动 这个基层扎根531计划 上面叫做基层扎根531计划 是 阿扁总统给我这个时间 说明这个 我真的非常感激 其实我当选高协理事长 第二年 高尔夫六年振兴计划 是我提出来的 是我花会很多时间的 所拟的一个计划 在单向协会里面 提出这种振兴计划的 基本上只有棒球跟高尔夫球 现在足球也推了 当然这个高尔夫的六年振兴计划 是因为我办了很多年比赛以后 我们自己也体会到 我们奖金这么丰富 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除了第一年第二年 曾亚尼把冠军奖金拿走之后 再也没有办法把冠军留在台湾 所以我们发觉到 高尔夫选手的长期培养 我们也不能只有靠一个单一的选手 我们必须要 这个应该来讲是有很多 很多选手都具有竞争力 今天这个低潮 我们这个可能就冒出来 他可能就打第一名 这个他的状况不是很好 另外一个就出来 所以必须要有这种上上下下 大家互相互补 如果我们的希望 都在一个人身上 一个选手的身上的话 其实也对这个选手不公平 因为太大的压力 当时如果在亚尼身上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多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全保瑶瑶 成立了高副基金会 就投入到基层的培育 这个部分 基层培育 基层的培育 基层的培育 当然也就是我们全保瑶瑶 高副基金会 我们自己做的 那我选上高协理事长以后 我发现只有全保瑶一个 民间团体在做 是力量不够的 所以我才在官方 在高协这边 我又推个六年振兴计划 来作为副部 这个六年振兴计划 前三项 第一项 就是基层乍根 你没有乍根 我们选手不足 人才库不足 我们再怎么训练都不行的 第二项 就是青少年的培训的方式 我们怎么训练这些青少年选手 培训的方法也要做一些改变 因为高尔夫的训练 还有技术 一直在做很巨大的改变 如果我们跟不上脚步 我们就会被抛得越来越后面 那第三个六年振兴计划 总共有五项 但是前面三项是最重要的 刚才讲的基层乍根 青少年的培训的方式 第三个就是一个赛事的价值 我们怎么办 哪些赛事必须要办 才能够让这些选手 从挖掘到训练 到赛事能够一起合成 所以这个三项 是真正的跟台湾的高尔夫有关的 后面两项是跟产业有关 那这个我就不在这边了 这个是跟整个高尔夫的产业有关的 这个影响很大 也不是一小时间可以讲得清楚的 所以这个基层扎根这个部分 一推动以后 当然体育署也在这个部分 花了很大心血 过去我们全台湾 有高尔夫球课 或者有高尔夫球社团的 以前我上来之前 大概只有100个左右的学校 有高尔夫球课 有高尔夫的社团 那我们推动六年振兴计划 体育署支持以后 第一年 我们全台湾的 高尔夫参与的小学 就已经到了230几岁 增加一倍多 那这个呢 就是说让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机会 接触到高尔夫球 有这个机会 让他接触到高尔夫球 其实他也不仅仅是 未来是要选择这条路 但是我们不要让 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落实掉 他接触高尔夫的机会 他也可以接触篮球 可以接触棒球 也可以接触乒乓球 羽毛球都可以 但是高尔夫球 不要让他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增加到230几岁 那这样在推动了 两年以后 也跟总统报告 就是我个人发现 这个力度不够 力度够不够 因为你只有学校 有上体育课 有社团 这个 整个我们在高 我们在高鞋 所登陆的青少年选手 能够在高鞋登陆的 选手的名单 变化不大 都是300多个到400个 都是这样的数字而已 韩国有6000多个 韩国高鞋登陆的青少年选手 就18岁以下的青少年选手 有6000多个 我们只有3400个 我们的人口 跟韩国比 韩国是4600万人 一半而已 理应来讲 如果我 韩国是6000个 我们应该来讲 最少也要有3000个 3000个到不了 也最少要1200个到1500个 这个我也跟小韵总统有报告 当年的六年振兴计划 最少要有1200个 这个我们的人才库才够 所以在推动两年的 六年振兴计划以后 发现力道还不够 所以我再紧接着 再补了一个五三亿计划 五三亿计划 我们是从六都开始推动 五三亿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县市 它最少有五个小学 有三个国中 一所高中 先把升学的制度 先把它都准备好 因为有些家长 为了小朋友要打球 他要隔县市 送小朋友上课的话 这个很麻烦 所以每一个县市 最少有五个小学 三个国中 一个高中 能串在一起 他们必须要有校对 不是只有社团 也不是只有体育课而已 必须要校对 所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到太幽了 总是有三亿就开始有在结局 在六都开始在推动 也一定有些成绩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第二个小学 你是我的兄弟 翁立尤说 烟车 我们就不能来放送 不好意思 但是你这样走过 人家说 凡事走过一定留下足迹嘛 你的努力和打拼 有这样去给外界 看得到嘛 包括看风嘛 所以中间在2046年 外交部林荣乐部长 就颁发 给你这个外交自由贡献的 这个奖章嘛 这是第一次颁发民间体育的组织 这其实是真不简单 第一个 所以另外一个第一个 2049年 高雄部体育数颁发 给你这个体育推手奖 这个政 这也是唯一 这个国民 不是说公司 企业 基金 你是国民 来抵准就对了 精子的 这也是很不简单 体育推手奖 当然 不要再来 这样想到 我们参加英文总统 他的主意和坤定 再来拼请你 接着总统府的国策国文 另外一位国策国文 也是体育教的 就是计政 大家所尊敬的计政 计则 所以你也可以跟他同时名类 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你应该也感觉已有容颜 就是说 这样能得到政府的重心 这点我也要给你额勒 当然在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太多 我们是要请教 我们王正松 王国策国文 王李寺党 我们请一步来探讨 你简单说一下 台湾体育的优势在哪里 台湾九岳府 在全世界的竞争 又如何呢 要突破过期的极限性 让我们体育可以更宽广 是 谢谢阿扁总统给我这个机会 对于台湾的体育资源的分配 其实过期两年 我在单乡协会里面推动 我发现是有这个可以调整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体育的部分 我们分为全民体育跟竞技的体育 竞技的体育就是说 你有办法在亚运 在奥运 有办法拼 有办法得牌 全民运动 比如说跑步 游泳 这个很多人都参与的 这个呢 当然我们国家的政策 也是非常在乎投入这些 让全民都可以运动健康 那竞技的部分呢 我个人在想 那我们在奥运 尤其在奥运 今天马上就要 这个有机会吗 上面我们拿着蛋白 是 这边呢 我们有四个选手 拿到奥运的 能入场券 入场券 这个在台湾的单向协会 是确实真的很少的 是 我个人看只有射箭 比我们多一点 其他的单向协会 没有人可以拿到四名的 那我们有 高尔夫就可以拿到四名的 参赛名额 那我如果说 在高尔夫的这个 整个竞赛的一个 这个氛围里面 我们觉得 我们的选手呢 也真的是有 都有机会 因为 这个高尔夫 不是说你世界第一 你就永远的拿冠军 因为他的变化 没有错 变化很大 没有错 变化很大 所以这次有叠百的机会吗 有 有 那就好 我们也祝福 是 如果说 在体育高尔夫的发展这个部分 刚才先前我也跟阿伯总统报告 就是说我们所训练的高尔夫选手 是个人的运动 他一个人成功就成功了 他不用说是一个团队 所有的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具备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少年选手 我们的小朋友 从过去几年 我看到的这些青少年选手 其实都非常吃得了苦 比起欧美的这些选手 他们在球场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的苦练 这个练习的程度 连外国教练都觉得我们的选手真的是非常吃苦 所以未来如果 比如说像潘政从 他也在美国有这么好的成绩 如果我们有适当的资源 可以给我们这个运动项目 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当然这个跟整个 我们国家体育制限的分配有关系 而且也跟我们行政单位的一个态度跟理想 也是有关系 如果说不是说其他运动不重要 就是说在做一些资源分配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考量到 真正的能够在国际间有竞争的 而且有夺牌希望的 这些我也常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像这种东西 我们应该用加权的模式 来做一个评比 加权的意思是什么 全民运动 大家都是全民运动 你是不是可以在国际间有竞争的 再加权一个 有没有夺过牌的 再加权一次 大家把这个竞争性还有未来性 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如果大家都是七头四的平等 大家都分配一样 可能到最后我们都 真的大家都一样的平等 竞争性可能就下降了 是 很感谢 这个王国政府顾问 王理事长 王会长 可以来和我现场 和大家来分享 你的高岳父的这个人生 更加实现这个伟大剂业 应该又继续发展公带 大家谢谢 感谢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 谢谢阿兵总统 来拜托这个时间 共同在上回 谢谢 大家 老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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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